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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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了 庄丽 庄丽 别跑啊 庄丽 别跑 庄丽 别跑 庄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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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多了 这不远家 你腾不出一幅画 你与我不白发 好了 不稳定 立刻就行全面检查 洛丽 医生 我叫少爷心里有报表了 快来看呀 这个人 切莫惊慌,这里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世界了。 云洛梨,你上辈子被仇家夺九屈佩芳, 勾取钱财,死于非命。 现在,给你一次重活的机会。 你是何人?刚刚那个是杜狼吗? 你会知道的,这里距大唐星元年后一千二百年, 能否与杜狼再续前缘,就看你的造谎。 你女儿的情况很严重,可能再也想不起你是她父亲了。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爹。 这就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世界吗? 好神奇。 虽然医生说了没事,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多住几天吗? 是要洛林,多住几天吧。 孩儿已经痊愈。 身体已无大碍,爹娘为何不信? 告辞,我去找杜狼讨个说法。 看你平时撒带的太阳。 看你平时撒带的太阳。 你平时撒带的太阳, 这就算是你。 你今晚有时的事吗? 你去找个人。 我友谈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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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的肚老 还我的肚老 老 干嘛呀这是什么 就是哥的病房 不在这一层吧 怎么不在这一层 今天晚上又犯了吧 进去进去 洗洗洗洗 来来来 快快快 此处又是何地啊 你们现代人的衣服 都这么包装 大小姐 咱们该出门了都 哎小姐 大小姐 今天的慈善拍卖会 老太爷给了张五百万额度的银行卡 听大小姐喜欢随便玩 五百万 这合成多少银子 银子 大小姐 您的换算方式很挑钻啊 我得帮您查一查 大小姐 约合一万六千余两白银 一万六千两白银 那要我和渡郎做一辈子球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你们来到 新月文物修缮慈善拍卖会 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我们今天所有的房品拍的款项 将用于我们的文物修复 我们本次拍卖的第一件房品是 探潮铜镜 起拍价四十万 四十一万 四十二万 四十二万一次 四十二万两次 这啥 四十二万 一百万 这位小姐出价一百万 一百一十万有没有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那我们进行第二项拍品 放唐三彩贵妇 它的起拍价是 五十万 五十一万 五十八万 五十八万一次 五十八万 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这位女士出了一百一十万 一百一十万一次 一百一十万两次 成就 好 有高于五百万的 五百万一十 五百万一十 五百万两次 五百万三次 五百万三次 这个肚子肚子真的很偷 不要 多了 大小姐 云总的电话 我早就想问 这是千里传言 原来世上真的有绝世武功 喂 云总 对 再回到路上 小姐有些不高兴 对 碰到杜思堂 好的好的 杜思堂 你难道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大学姐 你有所不知啊 那个杜思堂就是个混世魔王 仗着自己是杜氏集团的独秒 欺男霸女威祸一否 在欢场是月女无数 在职场是独断专行 说起这杜思集团 是他传统白酒的 还看不起咱们做红酒的 要我说 这国际上有几个喝白酒的 我看他 就是个土财主 土狼猫 他和我不和 是咱们云家集团和杜思集团不和 那他认识我吗 云总说了 您不适合二语我诈 今天这个慈善拍卖 是您第一次出许对外的活动 哦 大小姐 要不咱还是先回家吧 我去换换她 那辣手催坏可不是好招惹的 去去就来 那我陪你一起去 请留步 我堂堂云家大小姐 也不是好惹的 单刀复毁又何妨 那 您下车呀 我她一位 万丈高楼平地起 十种喜的场景 如今千人随处可见 你好 你找谁 我找杜思堂 请问你有预约吗 预约 难道是预配领吗 我没带在身上 小姐 你不能进去 我有正式找他 你有预约吗 我今天没带 你不能进去 小姐 你好 我是来咱家面试的 面试的吗 请往这边 小姐 小姐 我也是来面试的 跟她一样 那给她一张吧 请填一下基本信息 我来 前堂又有女人想来纠缠杜总 估计这个会不会来尝 杜拉 小姐 小姐 杜总好 这个人来干什么 来面试的 面试面什么稿 你气得我 杜总 我是来面试您秘书的 这是我的简历 好啊 总裁办正好 缺个实习秘书 谢谢 让他明天入职 杜总 这个杜思堂 到底是什么意思 让他明天入职 是记得了吗 我倒要去看看 他究竟有什么阴谋诡计 总裁秘书是什么东西啊 蜜 蜜筋 蜜糖 做点心 小姐 家 杜思堂 你我的前程往事 我今天一定要讨论 说话 这老狮子又丑又难穿 不计我的绣花仙万分之一束缚 不计我的绣花仙万分之一束缚 这是杜总的办公室 您稍等 你如果有脑子 以后这样的合作就不要再来跟我说 这个心跳加速的感觉又来了 你干什么 你这人怎么认读别人东西啊 这是假的 你认得这鸳鸯商 我何止认识这鸳鸯商 我还认识一个和你同名同姓 甚至长得都如出一辙的人 你们两个如此相似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你为什么要走 我可不认识你 别靠近我 离我远点 立刻给我订回国的机票 爸 今天您生日 送您一份礼物 这是托洛朋友从英国讨的 听说是唐朝皇帝用的 您看您喜欢吗 难得你有这份心意啊 这是假的 朗黎 今天是爷的生日 别瞎闹 老大 你让洛黎说说 没准人家洛黎真懂了 玉是好玉 但绝对不可能是古董 更不可能是皇室用的 你这小丫头骗得懂什么呀 穿得不伦不累的 叔父 我这也是怕您被骗 打了眼 这玉上的龙纹 是五爪龙 而唐朝只有三爪 这 说不定是别的朝代的 一般皇上的玉配是双龙 而这个是丹蒙 更不会如此简牢 只有龙行 你个小 你懂什么 你懂不懂你就不 信不信我 我眼睛 你怎么有 你不懂就 老子生你是 能不能别给我消音了 我就不信我骂不了 你个大 早就告诉过你 你还 爸爸 你别说了 都胡辣了 快 多少跟你说出 有点妄想 有错就要直言 现代人果然还没 我们那个时候开放 老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要不说还是大哥厉害 虎父无犬子啊 在爸的寿宴上 都那么抢风头 我爸被变出了国 如今十几年不见 刚刚是我太唐突了 洛璃打得没错 这个鱼子哥和之前的 云洛璃是轻微竹马 星哥神态真是像 极乐堵了 那杜斯堂 这个云家 派一个人来我公司就算了 还暗中散播 九仙全要投屁的谣言 杜总 好像是你非要把 那个什么云梨留下的 你懂什么 我只是在找 我自己心跳过错的病根 你为什么要走 我 算了 不计较的 反正奇奇怪怪的 肯定有阴压 帮我一起试的 我过去 我不是 所以你失败了 你你 我 你 在海外 你 我 我 你 你 我